在这个段中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所谓的视窗的切换跟检视方式 一般来讲呢,在我们的Excel里面 假设说你开启了好几个回页簿 你要切换回页簿,最习惯的方法是点哪? 点这里,点到Excel这边,一到这边以后呢? 它会出现有哪些的回页簿开启了 那你只要一点下去,它就会切过去 除了这样方法以外呢,早期有很多的人 习惯是用什么呢?是用检视 检视里面呢,在切换视窗这边呢 你有开几个活跃簿,它就会出现几个 那你就可以这样点下去以后来切换 都在检视里面的切换视窗,来切 那不管哪种方法都可以,看你自己的习惯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说 假设计来讲,我看档案里面呢 我要做所谓,资料的比对 资料比对,什么叫资料比对 我两个资料可能有差异性 我想知道差异性在哪里 那要做比对的时候呢,注意到 在检视这地方有一个并排检视 那它就要把两个活跃簿并排 那我把它说的比较那个 只看到悬眼标签 两个并排没有,位置是一样的 那这时候呢,假设你其中的一个望右移 注意到咯,它会同步跟着移 上下两个四双会同步跟着移 望下移,它也会跟着移 那这个移的目的是干嘛,就是让你检视嘛 诶,看一看,资料有没有不一样 有,有不一样,像这地方 它有修置,有修置 诶,这个,有没有,诶,换到下面 15,16有修置啊,它没有啊 这就是让我们干嘛,在寻找差异性啊 干嘛,10,我们可以用这样子 但是呢,你会发现那个问题 因为它这是上下的 对于左右移动,去看很方便 但是对上下来讲,是不方便的 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它有一个方法 在检视里面呢,会有一个叫做并排显示 你可以选择我的检视方式要改哪一种 因为刚刚它预设是用水平并排嘛 我现在改成垂直的 然后按确定 这时候你看,就变成干嘛 都是以它为一标 因为我的文,怎么样 我的工作表是很长的 所以用这样看就很清楚了 就知道我差异性在哪边很清楚的看得到了 很清楚的看得到了 所以它的检视方式呢,要看你哈 在这里,我们把它切大一点哈 来看,检视方式里面呢 对不对,有一个并排显示 有没有,你也可以选择 砖块式并排 有没有 什么叫砖块式并排 你有几个就切几块啊 因为我现在只有两个 假如我今天开了一个第三个 然后我一样选检视的 大一点 并排显示,砖块式并排确定 有没有,就三个,切三块 懂我意思 那这是由它来决定的 因为你是主要 作用中的那个确定是占最大块 那玩家刚好四位数 那就四个就干嘛 各分四分之一 这样子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 比较特别的 阶梯是 只看得到什么 只看得到你的标题 标题列 其内容只看得到 作用中的这一个工作表 其他都只看到什么 标题列 标题列这个地方的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 这种检视方式 怎么去应用